拒绝抹黑文明选举 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佩祥 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主委吴国胜 和国民党基隆市议会党团市议员们 高喊拒绝抹黑文明选举 这是因为最近在市中心区 信仪路段的大楼墙壁上 出现一幅署名基隆市议会民进党党团 内容在讽刺前基隆市长林水木 和代表国民党参选立委的林水木儿子 现任市议员林佩祥 神也是你 鬼也是你的反部 对此林佩祥和国民党基隆市议会党团 特地召开记者会 痛批民进党团刻意抹黑 林前市长佑昌卸任未满一年 民主进步党 已经开始将现在的交通乱象 怪罪于30年前的建案 默示了 林前市长佑昌在过去八年间 对交通的无作为 彻底贯彻了所谓的双重标准 也重新改写了所谓的前朝遗毒 这四个字 原来民主进步党 他们口中的前朝遗毒 是单指国民党执政的时期 民进党自身执政的时空背景 都可以被忽略 都可以被看不见 都是可以被原谅的 所以说对民进党党团来讲 过去30年是否 是一边空白 跨越时空的抹黑 放眼全台 我相信这也是相当少见的遏制手法 另外针对民进党中央 最近把林佩祥标签为 舔共反美的指控 林佩祥也反击民进党 只因为参加一次公开的海峡论坛活动 就被操弄政治语言 痛批恶意制造对立 不会有未来 不需要特别锁定中国大陆的城市 当然也不需要特地排除中国 这种的交流是有建设性的 它能够促进我们跟不同城市之间 互相的理解 而且减少不必要的猜疑跟摩擦 我想这并不是什么舔共的行为 而是出于本事发展人民福祉 负责任的考虑 就如同赖清德副总统也曾经说过 他想跟习近平吃饭 对于他追求对岸和平善意的发言 我也不会批评他 赖清德副总统在舔共 我们的目标是寻找具体合作的方向 透过沟通与交流 开拓更多的可能性 这种开放的态度 不应该被污名化 也不应该被政治操作所利用 这是对基隆负责 也是对整个中华民国负责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王民选庆 华民选庆 准备